今天大龙带你们看的就是云冈师库最出名的坦耀火窟 从右往左编号为十六至二师库 其中第二师库的祖尊大佛是云冈师库最有名的大佛 俗称露天大佛 因为钱币和窟顶崩塌 本来藏在洞窟内的祖尊像完全暴露在外面 谭耀武窟是高僧谭耀祖师开招 是云冈开招最早气魄最大的窟群 大家来云冈师库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大的佛像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小孔 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小孔当地有很多很多说法 民间也有很多传书 有的说是清朝末年的时候 修缮这些大的师库 大的佛像 打的庄留下的孔 也有很多人说是在很多孔内 镶嵌了很多宝石 这些宝石被日本鬼当时偷走了 所以说留下了很多窟窿 那么不管是什么说法 即使大佛在前窗百孔 也撼动不了云冈师库在世界历史当中的地位 这是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五威景区 谭耀武窟的祖佛像 均是模拟北魏王朝五威皇帝的形象 象征北魏皇帝是如来佛的化身 而且据说其中一尊大佛的脸上和脚部都嵌有一颗黑石 和当时文成帝身上的黑质完全吻合 其实谭耀高僧就是在告示世人 皇帝就是佛的化身 君权不可动摇 这也突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 尽管当时北魏的统治者 尽道师库的本意是神化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是大家看一下 这些师库这些艺术家们精湛的技艺 不得不令世人惊叹 知识带来了 大家看 在大佛周围会有很多很多的小佛 这个小佛是什么意思呢 也是寓意着群臣的象征 中间是皇帝 两边都是臣子 对不对 这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